今天我們要訓練到的部位是臀部還有我們的腳 請大家跟我一起坐吧 好我們現在訓練到的部位是我們的臀部 首先我們先把我們的身體來到側面四足跪姿 把我們的雙手手指頭打開 對齊在肩膀的正下方 一樣把你的雙手手肘微彎不所思 把我們的雙腳併攏 吸氣的時候讓你的脊椎拉長往頭頂的方向延伸 背打直 首先我們先把我們的右腳大腿內側啟動往外打開 記得不翻骨朋友所以不用開到很開 穩定的讓大腿的內側跟地板平行就好 吐氣往下碰到下方的膝蓋 再一次吸氣脊椎拉長肚子收好背打直 換到我們的左邊往上打開 往下 提起上 往下 這個時候我們的腳踝腳背腳趾頭都是放鬆的 去啟動我們的臀大肌的位置 最後五個 四 肚子收緊喔 and 三 肩膀也是遠離你的耳朵我們不聳肩 and 三 二 最後一個 一 吐氣放鬆 如果要做稍微有一點進階的人 我們可以試著把我們的右腳往後 吸氣啟動你的臀部 慢慢的讓腳伸直來到你的左斜後方 輕輕的點地 像畫一個泡物線一樣 吸氣帶起來 吐氣 來到你的右邊 吸氣帶高 吐氣 交叉到左後 吸氣 吐氣 會有一點點酸酸的 調整自己的呼吸 肚子收緊 不要把身體的重量壓在你的手腕上 吐 吸 吐 吸 吐 加油 最後五個 讓腳 跨高 下來輕一點點 最後四個 還有去確認一下自己雙手的手肘 有一點點微彎 推向地板的力量 三個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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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加油 再一次吸氣帶回到中間 往下放鬆 下一個動作我們要訓練我們的雙腳 首先先把我們的人來到我們的瑜伽墊的前端 把我們的雙手擦腰 右腳往後一大步 來到弓箭步的位置 眼睛的視線平視正前方 或是往斜上看一點點 讓身體盡量是打直的 臀部記得不翹 讓尾椎骨有一點點往內卷 好 吸氣預備 我們慢慢的穩定的往下 讓你的膝蓋跟腳跟上下是對齊的 吐氣 好像腳掌往下推的同時讓身體帶起來 吐氣 再一次 慢慢的往下 都是很穩定有控制的 肩膀不聳肩也不用力 我們往下十個 加油 吸氣很穩定的下來 再來 吐氣上 吐氣 吐 吸 吸 吐 我們再四個 吐氣 吐 胸口提起來 吐氣 兩個 吐氣 最後一個 我們稍微停一下下 三 二 吐氣再高 好 這個動作可以的人 我們盡量做三回合 然後一樣右邊做彎 換左邊 今天教了幾個動作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大家還要看到更多精彩的運動影片 請大家鎖定Vogue頻道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Kate 我今天準備了兩個瑜伽動作 訓練我們的掰掰秀 還有我們的臀部 我們一起來做吧 好我們第一個動作先來到椅子室 讓你的雙手擦腰 臀部往後往下 好像坐在一張椅子上一樣 眼睛往下看一下 你的膝蓋盡量不遮住你的腳尖 讓膝蓋跟腳跟是上下對齊 讓臀部再往後一點點 還有我們的尾椎骨往內捲 所以臀部不往後翹 穩定好了以後 把你的雙手的手肘夾在肋骨的左右兩側 讓你的脊椎拉長延伸往頭頂 把背打直 讓雙手往後 這時候你會感覺到你的下手臂緊緊痠痠的 再一次吸氣帶回來 吐氣往後 讓手肘持續的再往你的肋骨兩側的方向夾緊 集中的力量穩定 再一次往後 我們做三到五個呼吸 穩定好了以後 來到後方 停留以後把掌心往內 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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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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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感覺到你的雙手手臂往中間集中的力量 讓你的手盡量在你的臀部的高處 不要低於你的臀部 讓它往上 往內集中 穩定好 把掌心朝上 一樣 吐氣往上推10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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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3 2 1 吸氣回來 慢慢的雙手插腰 這個動作我們可以做三次 接下來我們來到第二個動作橋式 先讓我們的身體來到我們的地板上 雙腳打開與肩同寬 把你的雙手來到斜下45度掌心壓好 一個吸氣慢慢的從尾椎部捲 把身體帶高 我們稍微停留一下下 讓你的腳跟再往自己的方向走一點點 穩定好 把身體的重心往膝蓋的方向送 所以你的肩膀沒有任何的壓力 讓骨盆往天花板的方向推高 吸氣吐氣預備往上2 2 2 這個時候你會感覺到你的臀不往內集中 微笑線的部分會往內收緊 一樣做10個以後 稍微停留一下下 調整自己的呼吸 讓它停留在最高的位置以後 試著進階 我們把我們雙腳的腳跟踮起來 再往內走一點點 這時候你會感覺臀大肌有一點點 往中間集中收緊的力量 我們一樣的動作往上推10個 10 9 8 7 6 眼睛的視線看天花板 4 下巴一樣放鬆 好像讓你的下巴跟你的胸口 要有一點點靠近的感覺 好 一下下一樣停留10秒 調整自己的呼吸 慢慢的把腳掌踩回來 如果要坐進階的人 可以把我們的一隻腳 往天花板伸直 吐氣放鬆 一樣換邊 伸直 吐氣放鬆 再一次吸氣 往上 吐氣放鬆 吸氣往上 吐氣放鬆 好像把你的腳掌要踢向天花板一樣 吐氣放鬆 往上 每次往下踩的時候 提醒自己臀部再往上提一點 穩定的往上 踩的時候臀部抬高 往上 這時候你會感覺到一點點微笑 選緊緊痠痠的 調整自己的呼吸 有控制的 最後一次 右腳 往下 左腳 往下 一個吸氣 吐氣慢慢的放鬆 這一次把我們的膝蓋來靠近胸口 雙手抱住 左右稍微搖晃一下 我們剛剛訓練到我們的臀部 完了以後 我們讓我們的身體側躺 把身體待起來以後 回到四足跪姿 一個吸氣脊椎拉長 吐氣拱背 再一次腳尖勾 下旋式推 把我們的右腳往前彎 左腳往後 來到歌式 把我們剛剛訓練到的臀部的位置 稍微伸展一下 一個吸氣 可以的人手肘爪向你的地板 拉著你的呼吸 讓你的尾椎 往你頭頂的方向 拉長你的脊椎 還可以的人 雙手可以交疊握拳 來到額頭的下方 再去加伸你的動作 這個時候你會感覺到你的臀外肌 會有一點點酸酸的 試著去伸展看你剛剛訓練到的臀部 吸氣再回來 掌心推地板 讓身體再回 讓你後面的腳尖先勾好 手腳一推 右腳往後 換到我們的左邊 一樣往前彎 先讓你的前方的小腿 跟你的瑜伽墊平行以後 才把後面的膝蓋 腳背放鬆 檢查一下你的腳 有沒有超過你的骨盆的外側 盡量讓它對起你的骨盆的正後方 吸氣 手肘撐力 脊椎拉長 背打直 穩定 還可以加身的人 我們才把我們身體的重心 再往下走一點點 這時候會感覺到你的臀外側 酸酸緊緊的 穩定你的呼吸以後 慢慢的 把身體再一次帶回來 掌心推 腳尖勾 腿部上 吐氣 身體再一次往前 膝蓋放鬆 腿部往後 吸氣原背 才慢慢的把身體帶回來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還有更多瑜伽的教學影片 請大家鎖定Vogue頻道 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K 我們今天要訓練的是 我們的腹部跟腰部 我準備了兩個皮阿提斯的動作 請大家跟我一起做吧 好大家今天跟我一起做第一個動作 是訓練我們的腹部 先把我們的身體轉到我們的側面 把你的雙腳打開跟你的肩膀同彎 好把腳掌踩穩 雙手持肢緊扣來到你雙腳的中間 記得我們吸氣的時候 先把背打直 雙手往上 吐氣的時候 讓你的身體慢慢的往後 眼睛的視線看到肚臍的位置 手一樣在你雙腳的中間 記得手肘不要鎖死 讓手肘有點圍彎 像抱著一顆球一樣 吸氣帶起來 吐氣慢慢的往下 好那現在大家恭喜做習一下 吸氣 and chew 吸 吸 去 去 去找到你的肚子 好像去找向你脊椎的方向 吸氣 吐氣 吸氣 吐氣 吐氣 肩膀盡量不聳 肩膀喔 再一次吸氣 吐氣 最後五個 吸 去 吸 吐氣 肚子再收緊一點點 吸氣 and chew 吸氣 吐氣 吐氣 最後一個 吸氣 吐氣 停一下下三秒鐘就好 再一次吸氣 帶回來 吐氣放鬆 在這邊我們停留五秒鐘的呼吸的期間 好我們休息五秒鐘以後 我們現在來試著做進階的動作 好一樣吸氣往背打直我們吐氣 讓你的腹部收緊 朝向你脊椎的方向 這一次我們讓肋骨帶動身體的方向 往你的右邊扭轉 吸氣帶回來 吐氣 往左邊扭轉 再一次吸氣帶回來 往右 吸氣 吐氣往左 一樣都做十次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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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想像是你的手 好像抱著一根手一樣 圓圓的讓手周圍 吸氣 吐氣 記得肩膀不聳肩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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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五個加油 吸 吸 吸 讓肚子再收緊一點點 好像早上脊椎的方向 吸 吸 不要這樣手肘動 身體要扭轉 多一點點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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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兩個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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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再休息五秒 我們再做下一趟 好 把我們的雙手放在這邊 吐氣往內收的時候 我們這一次可以試著把你的右手 再更進階的往後拉長 吸氣帶回來 左手往後拉長 吸氣帶回來 吸氣 吸氣 這時候你會感覺到你的側鞋腹肌那邊用力 吸氣帶回來 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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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讓眼睛的視線好像看到後面的手肘一樣 來 吐氣 吸氣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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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五個 吸 吸 四個 吸 吸 最後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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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加油 吸氣帶回來 2 吸氣 雙手十字緊扣 再一次稍微停留三秒鐘 這時候你會感覺到肚子感覺在冷的時候一樣 吸氣帶回來 深呼吸 吸氣 吐氣慢慢的放鬆 可以讓你的頭空在你的膝蓋上 休息一下下 調整自己的呼吸以後 再做下一個動作 好 那我們現在下一個動作是訓練我們的側腰 先讓我們的身體轉到我們的側面 讓身體慢慢的平躺在你的手臂上 把你的雙手穩定好 右手在你的前方 訓練側腰的部分 我們會從最基礎的雙腳並冷往上 慢慢帶到彎曲 大腿是打開的 抵抗的力量往上 再一次慢慢的把腳延伸 吸氣帶回來 延伸 帶回來 記得延伸的時候 你下面的大腿沒有掉到地板上 是帶高高的 帶回來 吐氣 帶回來 吐氣 穩定你的骨盆不要往後抬 讓你的身體保持在一條線上 把手放在你的胸前 我們啟動我們的側腰的力量 然後吸氣的時候 把雙腳往上帶起來 高度不用很高 讓大腿離開地板的方向就好 吸氣預備 10 9 8 7 6 記得要吐氣喔 5 4 3 2 Hold在這裡 穩定好 去找到你大腿往中間集中的力量 還有側腰的力量 可以一個人再往上一斜斜 平留三個呼吸 慢慢的放鬆往下 一樣我們休息五秒鐘 我們在做下一個進階的動作 先把手放在前方 雙腳彎曲 去看一下自己的膝蓋有沒有跑到前面 盡量讓身體在一條線上 好預備好 把雙腳打開 大腿內側力量往中間抵抗一條 吸氣帶高 慢慢的往下 吸氣帶高 慢慢的往下 3個 and 4 and 5 加油 and 6 讓腳跟去抵抗 7 8 9 7 10 一樣 好在這裡 我們直接進階的把下面的腳伸直 吸氣帶回來 腳伸直 吸氣帶回來 再一次把腳伸直 吸氣帶回來 這個時候盡量提醒自己 上面的右手不要是聳肩 肩膀都是放輕鬆的 最後4個 and 3個 and 2個 最後一個 加油 穩定在這邊 可以的人再高一些些 3秒鐘 2秒鐘 1秒鐘 好休息 可以的人慢慢的把身體帶起來 稍微伸展一下我們的側腰 輕輕的推 如果你的肌耐力比較好的 可以把雙腳一起伸直 我們先從初級開始 伸展一下我們的側腰 吸氣帶回來 完成一套我們的側腰的運動 今天教了幾個動作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大家還要看到更多精彩的運動影片 請大家鎖定過我們的頻道喔